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在乎尼的心 已经是歌人朵前书的第四讲 也是最后一讲 在乎尼的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些香港的新闻 在19号的时候 星期三 香港的DSE放播 不是会考放播 我应该眼见这里所有人 应该是没经历过DSE的 有吗 DSE的 10年前而已 经历过别人放播 过去我就是陪同别人放播 别人放播的学生的心情很忐忌不安 怎么办呢 之前就找很多的资料 就是你拿了多少分 去哪里读 去哪里升学等等各样 何去何从 选择什么科或选择什么职业 最终最终极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你在这个社会是要做一个什么职业 或者一个怎样的人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要做一个人生的交叉点 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当放播的时候 我一看一看两个人 他原本就应该在夏年DSE的了 好像已经脱离了这个 我认用为比较恐怖的考试制度 这里有加拿大的一个升学制度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决策 要何去何从 怎样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其实基督徒某个程度上都类似的 今天所讲的经文在歌人多的前书二章十二至十六节 我想请弟兄读商节 子妹读丹节 邀请顶先 预备起 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 远是从神 这我知到神 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因而属灵的人不顶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严犯 明者不能知度 得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看透 但会有一样能看透 谁能知到主的心 去教他人 他当我们只有基督的心 好,谢谢各位 这是第二章的最后的几节 到十六节就完结了 之后起手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 那里就这样说了 但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女为婴孩的 三章一节总结了整个第二章 亦都开始第三章的一个转接句 在使徒保罗眼中的哥林多教会 是一个怎样的教会呢 之前都跟大家说了好几次了 问题多多,哥林多教会 在保罗眼中这间教会不是属灵的 是属肉体的 在信徒的情况 不过是像婴儿一样 像婴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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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多教会应该有很好的属灵根基 教会却是刚刚相反了 有很多关系 道德的混乱 但是恩赐又很丰富 知识又很渊博 工人 施风的人又很多 但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灵性却是不成熟的 等于说什么呢 保罗说你们好像婴孩 例如你煮菜很擅长的 你用平底锅炒到大排档 旧锅器那种菜式 每个都赚正的 你蒸鱼很有要求的 百分四十七秒就要熄炉了 要不然你就过了火位了 每个都吃完你的蒸鱼都很棒 拍了手 舔舔舔舔舔舔 但是保罗就吃完之后 就跟你说了 你煮菜是否是婴儿班 是否刚刚开始 为何煮成这样的 如果你是一个这么有 一个这么有经验的厨师 你听到一个这样的人跟你说 你是否刚刚婴儿班 其实理论上都很生气的 很生气的 所以保罗对高林多教会 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也可以这样说 忠言逆耳 所以保罗强调传福音的里面 是什么呢 我都说了很多次 就是强调一个十字架的福音 神儿子的牺牲 八百的恩典 重点是什么呢 当他传福音的时候 福音是什么呢 是好消息 是值得庆祝的 是值得去开派对的 但是保罗强是加插了前面那几个字 就是十字架的福音 就是要证明这个福音的好处 那个精彩之处是从神的儿子那种受苦受害 为我们买熟了我们的罪业 以至乎我们有这个恩典 或者在保罗都知道 哥林多教会看这个福音是什么 一个如绝的福音 但是当接受了十字架的福音之后 是怎样呢 保罗强在哥林多的前书 就是在讲或者回应这个问题 就是当接受了十字架的福音之后 你将会遇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作一个熟灵的人 不做刚才经文所说的 血气的 不做肉体的 当我们说基督徒的时候 就是要做一个熟灵人 这个生命的改变是从内到外散发出去的 不是因为你是得到一些资料 一些很好的资料 很好的知识 而是在你内在的生命 彻底的革命性的改变 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保罗也都在前书那里 不断地回应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其实保罗很想去指出一个重点 就是当中的基督徒 当中的信徒 怎样成为一个熟灵的人 由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如果你有留心去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由第二章开始一路一路一路去提到 什么是熟灵的事 怎样成为熟灵的人 好像一个熟灵人的初信班 在保罗书信这么多卷书里面 原来最多强调熟灵的事 熟灵的人就是哥林多前书 什么是熟灵的种子 什么是熟灵的灵量 或者灵食 什么是熟灵里面的水 熟灵的恩事 或者去到最高峰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 就是讲到那个外 外篇那里 之后也讲到一个复活 一个熟灵的身体 所以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的脈絡里面 熟灵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主题 所以在我们的接受福音 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的成长是怎样成为熟灵的人 什么是熟灵 什么是熟肉体 或者什么是熟血气 这些词语 如果对于一些未信主的人 就很有那种宗教意义 究竟是讲什么的 好像很神秘 好像很难解释一样 首先我们先明白 什么是熟 或者熟语 你提熟些什么呢 如果新年的时候 农历新年 通常就会很流行说 十二生肖 如果未信主的人 就会问你 你是熟什么生肖的 有十二只动物 原来你熟什么的 你今年的运程 就会怎样怎样 因为你熟乎那样东西 然后你的人 你遇到的事 你的气质 你各样的东西 就是这样 通常我们基督徒在这些时间 就会显出我们那种熟灵的气概 我们不是熟任何生肖的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熟神的 但是当你的子女 在这儿拨嘴拨舌的时候 你想骂爆它的时候 你又不会大大声说 我是熟神的 就是破口大骂 骂子 所以在这三种熟乎的关系里面 什么是熟灵呢 在经文那里 其实熟灵的灵 是指到圣灵 指出一个属于圣灵的人 一个是怎样去跟随圣灵的人 熟肉体是什么呢 不信靠神的基督徒 他可能是相信神的 他相信神 但是他没有信靠神 他常常用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理性 感性 做一些决定的 什么是熟血气 是一个未信的人 那个血气好像很恐怖 其实不是的 意思是很简单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很天然的人 一个未接受福音的人 只不过在他生命里面 没有圣灵而已 所以在这三样里面 特别基督徒 我发现到一个情况 很多次我们就将这三样东西 属血气 属肉体 属灵 就分了类了 并且是什么 并且是有一个阶级 但是圣经那里不是这样的意思 特别在前二三十年 有本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云的破碎,灵的出来》 其实他说到 我们人是什么 有身体和灵魂 灵魂 灵魂 那属灵的人 是不是有灵和魂的分别呢 那本书其实就是指出 我们要把魂 魂是什么 就是情感 理智 要按下 然后把这个灵 要突显出来 要提升到一个灵的层面 但其实 圣经不是这样的意思 当我们说 是属灵的人 我们是一个整传的人 如果我们将灵魂分开的时候 其实在过去二三十年前的一些基督徒 或者一些教导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要做属灵人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很属灵了 你说的事都要很属灵了 譬如你和特兄姊妹的相交的时候 如果经常都说我生活很困难 我老公又常常不听我的话 然后又担心这样又担心那样 如果在二三十年前 一些所谓的属灵人就会告诉你 你这个人这么不属灵的 常常去担心这样担心那样 这么多问题的 将抑押了自己的一些情感 抑押了自我 抑押了一个自己最真正的需要 怎样都要表达出你一个很属灵 你外表上是一个很跟随神的人 常常挂在嘴边一个属灵的事 过分评价 什么是属灵 什么是属肉体 什么是属血气 前年跟一个师母一起去逛街 跟两个儿子去逛街 两个儿子走到一个店铺 见到一个公仔也挺有趣的 就想起 要买这个公仔 就合不知另一个小朋友做生日礼物 买完之后就走出店铺 师母见到我们买这个公仔 这个公仔很不属灵 很不得 然后我立刻有些 我不懂反应 有些滴汗 我两个儿子就有些皱眉头 我买公仔 想着当礼物送给人做生日礼物 什么属灵不属灵 所以在我们怎样去分一个属灵 属肉体 属血气的时候 正经不是叫我们什么 不是要我们去分等级 不是成为一个评价 不是成为一个标准 不是将这个评价 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而是我们是藉着一个属灵的操练 是怎样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怎样跟主去亲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用过 对港机 现在科技很发达 用data 用wifi 去联络 早十年前 我都会有用对港机 walkie talkie 教会当时都有用这个 做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 有好几次都是做一些报道会 报道会也邀请很多新朋友 加入 座无虚席 我们有带堂 楼上 库堂等等各样 同工都会抬着一个walkie talkie 我们就会联络 比如panel 要大声 要小声 或者谁出场 等等各样 用walkie talkie 去沟通 但是有一次我们很紧张 预备报道会的时候 开始了 突然间就听到什么呢 陈生两位 12号桌 六号桌就要保你 滚水 快点啦 快点啦 我们全部的同工都听到耳朵折 哇 真的是什么事呢 我们现在在紧张 那些人的参与到台前的配合 突然间就听到 我们真的知道了 马上就不说话了 当这个错误的channel 加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说话了 原来我们闭上了 因为我们教会在旁边有个酒楼 下次我们闭上了 马上就吞出另一个channel 吞出之后 就听到什么呢 阿强 洗衣街 洗衣街有个客人 马上了 五分钟之后到了 洗衣街去尖沙咀 看厚道 哇 我们马上又嗆了 全部同工都转不像那个channel 其实当我们说熟灵生命 一个熟灵人的时候 就是你的生命 教对和主的channel 你怎样去接受到 接收到一个从神而来的启示呢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前一点 当我们说查经的时候 是上文下理 在第十节那里就说 神已经藉着圣灵去启示 我们是想都没有想过 眼都没见过 心也没有想过 那些事情 因为圣灵已经参透万事 并且将神深恶的事 已经启示给我们了 所以当我们说要知道属神的事 唯有是什么 神亲自去说 神的channel是永远向我们开着的 祂不会说 让你先开了channel 让你监管我才跟你说话 好像收音机那样 只要你打开你的收音机 你就会听到电台的讯息了 神的讯息 神的启示是永远向我们打开的 只是我们有没有向神开放呢 保罗也用了一个例子 祂说除了人里面的灵 还有谁知道人的事呢 如果你从来都不肯 将你自己开放的时候 你不将你自己的生命去打开的时候 旁边的朋友、家人 看你正正常常 都开开心心 表面也没有什么 从来原来你不说的时候 原来你心事重重的 原来你有很多的问题 原来你有很多的情况 你是没有跟人说 保罗就是在讲这个例子 如果神从来都不跟我们说的时候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神的事情 唯有我们打开了 我们接受了神的福音 接受了这个神的灵 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 而是从神以来的灵 唯要明白神给我们一切的事情 圣灵就是参透万事 如果我们不是借着圣灵的启示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福音 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信耶稣 你说 我这一刻我要相信耶稣 我要去接受主了 我要去缺制了 圣灵就在那一刻进入在你里面 那如果未信主的呢 未信主你就未必 或者可以多肯定 你很难去明白神的事情 因为你没有好好吞好你的胎 但是圣灵是很紳士的 祂很温柔的 祂不会硬逼你信的 祂会让你等候你 让你究竟你什么时候相信神 祂就什么时候跟你述说神的事情 所以除了我们要调对神的channel的时候 神也会去指教我们 也会去带领我们 所以当我们说 什么是属灵人的时候 属于圣灵的人 是愿意被圣灵引导的生命的人 前段认识一个教圣人教育的一个老师 你知不知教圣人是一个很艰难的事 你知不知是一个比起 比起青少年、儿童 是更加艰难的 可能David比较清楚一点 我不知你有没有教过成人 如果教过成人 其实是那个老师的话 成人其实已经固有了一些认知、认识 他学习的动机 其实不是说他会吸收 他听着你 说得你对不对 如果你说得服我 我才学 你说不服我 我就跟你拼嘴了 或者成人教育 那个成人通常都是时间很忙的 又这样又那样 他对于学新的东西 其实他都好像学兴趣班一样 只是水过鸭背 左移入右移窗 学到就学 或者通常就会说年纪大 吸收就慢一点 所以要去学习一个新的知识 都是很困难的 当我们说要去信耶稣 去接受福音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改变 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但是当我们说要属于圣灵 就是什么 体贴神圣灵的事情 去学习什么是圣灵的事 什么是被神引导 就好像如果你有个习惯 你有很多事情 你就记得在你的日程簿那里 哪一天就要去做什么 去约了谁 或者要去申请什么 要加什么费等等各样 你要跟着你所记下的一些日程簿 去做事 有步骤的 有秩序的 同样我们属灵生命都是一样 当我们说连于圣灵的时候 圣灵就会不断去引导你 不断去教导你 以至乎你是真正正正 去放下你固有一些概念 我们要去改变我们固有概念 是很困难的 或者有人很肯定 告诉我们 你要改变一个人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没有可能 但是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耶稣曾经引用先知书所说 所有人都要受教于神 凡听从父的教训而学习的人 都要道我这里来 所以当一个愿意去学习神的人 他是有一个受教的意识 是一个受教的心 愿意被圣灵引导的 是一个困难的 不要说大人 你去管理的小朋友 都要想很多计划 怎样让他走回正轨 怎样让他知道 什么是对错 用很多的心思意念 何况真是我们去接受神的教导 所以如果你是谦卑的时候 你的生命谦卑的时候 保罗刚才说过什么 我们作鹰鞋 当保罗说你作鹰鞋 而你有谦卑的时候 你就会反省了 是的 保罗说我们仍然作鹰鞋 可能我们还有很多东西 未学到 或者未知道 是应该怎样呢 以前我未有小朋友 大儿子都未出生的时候 开始学一下了解一下 人们如何去照顾孩子 因为我以前都很喜欢孩子 听一下母亲的经验 母亲的经验就和我们分享 当你出生的时候 然后你就知道 那个宝宝什么时候肚饿 要喂奶了 什么时候要换片 或者什么时候要做 这个有经验的妈妈就说 当你以我B为例 他一声就要喂奶了 两声就要换片了 三声就要扭眼睡了 什么叫扭眼睡 睡觉不是睡觉 要扭眼睡 对呀 寝宝睡前要挣扎一轮 不知为什么 你说 你咦多少声 你就知道了 对呀 因为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我的BB 咦很多声是什么 你就要叫他收声 当我的大儿子出生的时候 我就知道 对呀 虽然他没有说到 什么时候肚饿 什么时候要换片 但是他的声频 他的声效 我就知道他有什么需要 所以当一个熟灵的人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保罗其实是强调 是一个在乎神心的人 就好像作为一个父母 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的小朋友什么状态 他需不需要说得很清楚 他需不需要说得很详细 报告给你听 你可能 你看他的眉头眼隔 你知道他的状态 为什么他今天黑面 是不是真的遇到什么事情 你知道他如何去关心他 同样 我们一个熟灵的人 不是要达到一个道德的标准 不是要做好一个怎样的事情 以至乎你是一个熟灵的人 而是你的生命已经连于耶稣基督 圣灵藉着在你的里面 去参透一切属于神的事情 基督徒是看世人不能了解的事情 经文那里说 没有一个熟血气的人 是了解神的事情 唯有我们熟灵的人 才知道什么是神的事情 而熟灵的人不是站在一个熟灵的高地 用一个标准去看这个世界 而是我们真的在乎 神啊 你现在这刻有什么向我显明 神啊 你在这刻 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有什么的显明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在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是属于你的时候 这个家庭我们应该如何去 遵行主你的旨意呢 所以当我们说熟灵的人的时候 他是什么 连于神 连于圣灵 不是一个真是一个道德的标准 说他在最后 我用一个熟世的情歌 来解释一个熟灵的事 这个可能会挑战到一些熟灵的价值观 这首歌就叫《我只在乎你》 我也不想去挑战你们一个熟灵的耳朵 我读出来 他说什么呢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呢 日子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呢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 别让我离开你 我相信如果一个真正熟灵的人 他所有在他眼前世上的事情 他不会看得很紧密 他唯一最紧密的就是他与神的关系 如果他离开了神 他什么都不是 如果他离开了神 他的生命已经失色了 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甚至在歌词里说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了 因为他离开了神 所以当一个熟灵的人 他完全完全体贴到神的心 他很想常常 谦卑在神的面前 以至乎他得着神的事情 神的一切 在歌人多教会 很多很多的问题 过去我综合了四大主题 也带出保罗在歌人多前书 所分享的信息 保罗很强调一个认识 接受十字架的基督 并且保罗也很强调 你要效法我 如同效法基督 在一个作为很多问题里面 保罗其实是解释了很多 一个信仰生活上的Q&A 生活的指南 特别是上次我提到 凡事都可作 但不到有益处 其实保罗是很想提出更加重要 更加高层次的一个价值观 凡事包容 相信 盼望 忍耐 并且在整个的 那么多前书 他很想鼓励 每一个信徒 都是一个在乎神心的人 所以一个在乎神心的人 就是透过接受十字架 基督成为一个属神的人 在耶稣教导我们 指引我们一个大戒命 什么是大戒命 就是尽心、尽意、尽力 去爱着你的神 很想邀请敬拜队 弟兄姊妹 一年四次的 那么多前书的信息 其实都是鼓励你 你要成为一个如何的基督徒 你的生命的存留 你的决定 你和人的相交 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牺牲 听在十字架上 这是一个极大极重的代价 耶稣已经为我们赴上了 我们所回应的 其实就是 主啊 我在这里 我要去尽心、尽力去爱你 我想请敬拜队用这首诗歌 去服侍我们 也请弟兄姊妹借着这首诗歌 你去回应神 请听敬拜队唱出这首诗歌 可不可以 爱什么 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灵很想将属于祂的事情告诉给你知识 那个傲秘的事情其实就是祂说祂爱你 祂愿意去拯救你 愿意在你的困难、在你的罪里释放你 祂愿意在这一刻你接受耶稣基督的 我鼓励你举手去回应神 第二个邀请我想鼓励当众已经信了耶稣 不论你是初信的或者你信了很久的 在今天的信息里面 我们这里每一个都是一个属灵的人 我们每一个都是愿意去体贴 追求属灵的事情 圣灵在你的里面 祂要向你说话 祂要去指引你、带领你 祂不是要你去做很多的事情 要做很多的侍奉 一个属灵的人就是体贴圣灵的事情 在乎神的心 大兄姐妹 你就是单单去回应 尽心地去爱主 尽心地去领受 从主的教导去信服祂 愿我们一起去斩立 用这首的诗歌去回应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神作猫 尽心为主述说 借救药 尽心 听主教导 信服祢此人 尽以尽力 尽以尽负 奉你一生 面對艱苦跌倒也敢因 願我獻上傳言的祭 沒有留下 今生拜上一切 我心存你成名為大 我厚作為天聖 全你贊物也共同和應 盡 盡心 盡 盡心為主述說 這救恩 盡心 聽主的找到信服你之人 盡你 盡你 全歲奉愛一生 面對艱苦跌倒也敢因 讓我獻上傳言的祭 沒有留下 今生拜上一切 我心存你成名為大 我厚作為天聖 全你人物也共同和應 耶穌我們去讚美你 因為你揀選我們 你揀選我們軟弱的 你揀選我們是真的得罪你的 當我們還半奕的時候 主要你卻是為我們罪的緣故 釘在十字架上 主要這個愛是再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難阻 主要你愛我們自身 愛我們到底 主要讓我們真是用我們一生去擺上 去盡心盡力去愛主你 主要你帶領我們 你保守我們 讓我們在人生的路程裡 我們常常去體貼神聖的事情 主要讓我們真是分別為聖 我們歸在主你的一個神聖的底下 主要我們去體貼你 聖令你就去向我們說話 引導我們走在主你的二路裡 祝你祝福帶領我們 多謝讚美你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由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愛 聖令的感動 上與我們 直到永永遠 哈利路亞 Amen 我們把最大的掌聲 給我們主耶穌基督 來到聖令繼續去引導你 帶領你 今早的崇拜來到這裡結束 願意祝福大家 大家可以密通下自由散會